第三百一十七集 他是独一无二的 我与陛下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 丑阳坦然笑道 你我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一种合作关系 我们的目标就是击败帝武轻柔 而我们之间的交往 也都是构架在这个基础上的 不过陛下的为人 我楚阳还是很钦佩的 这段时间里 在无数次的合作中 也对陛下很有一种好感 而且很默契 楚阳斟酌着 这样的情况 说是兄弟出谋不敢高攀 但说一声朋友 却是完全可以的 朋友 朋友吗 铁补天的声音很低 似乎带着一种茫然 随后他轻轻一笑 趁着一声 能够有楚一座这样一位朋友 的确是已经不忘了 历代帝王 有谁能够有幸 一生中拥有一位真心的朋友呢 陛下说的是 楚阳哈哈一笑 其实不止帝王 就算是普通人 一生之中拥有的真心朋友 也不会很多的 甚至 有些人 一生之中 都不会有人真心对待他 他也不会真心的对待任何人 这种人 实在比帝王还要可怜 哈哈哈哈 铁补天真心的笑了出来 听楚一座的意思 帝王原来是很可怜的 是很可怜啊 楚阳认真的说道 高处不胜寒 帝王就是如此 在坐上那个位子 接受了人间至尊荣耀的同时 也就注定了一生的孤独寂寞 这句话一出口 铁补天突然没了声音 两久之后 听到马车中发出一声悠长的叹息 一个低不可闻的声音 悠悠的说道 地膀 孤独寂寞 朋友 两个影子也分别发出一声叹息 声音中 不知是为自己叹息 还是为别人叹息 总之 其中的意思 复杂难明 另一辆马车中 铁补天 两眼无神地 看着马车的顶部 两久 眼珠都没转动一下 朋友 朋友 也不错嘛 你为我闯关百战 你为我智谋百出 你为我杀戮如狂 你为我出生入死 原来是当我是朋友 我为你柔长百折 我为你情根深重 我为你担心受怕 我为你不惜一切 我为你不惜清白 我为你 做我能够做到的一切 付出我的所有 甚至包括江山设计 原来 我们是朋友 铁补天的心中 酸涩难言 这一刻 竟然有一种 嚎啕大哭的冲动 内心的酸涩和绝望 让他恨不得 立即拔出长剑 就在楚洋面前 自吻而死 但是 他依然控制住了自己 几乎不受控制的情绪 深深的呼吸 深深的呼吸 眼泪 却如同断线的珠子一般 静静的流下 为什么又苦了 刚才不是说过 再也不要流泪了吗 为什么现在又苦了 铁补天 你真没用啊 朋友啊 只是朋友啊 楚洋这一句话出来 就定下了 两人之间的基调 终于 铁补天 微微笑了起来 朋友也不错啊 正如自己所说 古往今来的帝王 有几个人 能够有朋友 如楚洋所说 就算普通人之中 拥有真正真心朋友的 又能有几个人呢 这次距离回到关爱 或者要等到这次关爱 大战落幕之后才行了 时间还长得很呢 楚洋做不妨说说自己的事情 也当是 了解着旅途寂寞吧 怎么样 旅途 楚洋有些啼笑皆非 陛下可是真的很轻松啊 难道陛下 这这关系到两国命运的大战 一点都不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又能怎么样 铁补天笑道 该做的都做了 剩下的无论胜败 我都能接受 我着急也是如此 不着急还是如此 何必放在心上呢 陛下真是豁达 楚洋肃然起敬 作为一个帝王 能有这等心胸 实在是难能可贵 铁补天笑得很是快意 陛下想听些什么呢 既然我们是朋友 那么 楚洋做你老是陛下陛下的 就不太合适了吧 两人都没有注意到的是 铁补天和楚洋 两人每次说出朋友 这两个字的时候 两位影子的脸上 就顿时出现一种 怪异的表情和眼神 很是复杂难言 可陛下不也一个地的叫我楚玉座吗 既然是朋友 称呼什么又有什么关系呢 陛下想让我怎么称呼啊 铁补天不由语色 是啊 让他怎么称呼呢 补天 铁兄弟 这不是往自己的伤口上撒盐吗 难道要让他称呼自己 那在自己六岁之前 父亲的专用称呼 小甜甜 更加不可能了 那自己称呼他什么呀 楚兄 太远了 羊羊 估计他自己都不会同意 楚郎 更加不行 还是就这么着吧 楚玉座说得是 朋友之间何必在乎称谓呢 正对楚玉座心中念念不忘的那个人 可是很有兴趣啊 楚玉座不妨说一说啊 啊 楚阳顿时有些傻眼 那个女子 能够让楚玉座这样的人 倾心相恋 红尘三千弱水 玉座只取一瓢 甚至平常也是洁身自好 从来不往女人堆里凑 更加不敢招惹任何的情思 铁补天的声音很是怪异 说不出是什么味道 什么意思 平常宁可以一副 猙獰的面具 遮盖住自己俊秀的容貌 此生芳华只为一人 朕真的很好奇 究竟是什么样了不起的女子 才能让玉座如此的一往情深呢 她呀 楚阳想起莫清武 不由悠然神往 嘴角也露出一丝 不知是苦涩 还是甜蜜的笑容 很难说啊 说说吧 铁补天兴致盎然 心中补上一句 我想知道 我与她相比到底差在哪了 她是个很傻的女孩子 楚阳心中想了想 终于说到 而且也很天真 她对我 总是无怨无悔的付出 从来没有要求过什么 从没有要求过什么 这句话 让铁补天心中一颤 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完全没有考虑她会怎么想 但是她也从来不阻止我 只是默默的支持 鼓励 甚至有一次 我厌烦了 让她离开 她也不会说什么 只是在一个角落 静静的看着我 静静的等着我 现在还有这么傻的女子啊 铁补天的心中 不用得叹息一声 她身体不好 小时候受过伤 注定这一生 不会有太大成就 所以 她跟我在一起 总是很自卑 楚阳下意识地查看一下 九节剑剑柄中的酒中单 而我也就是这么样子 昏昏噩噩 不知道珍惜 终于有一天 她离开我的时候 我才知道 她有多重要 没有了她 我的人生完全黯淡 那时候 我痴迷于剑 她只是在即将离开我的时候 鼓起了 所有的勇气 和她 跟我在一起 所受的委屈和愤怒 对我说 楚阳 我比剑好看 说到这里 楚阳心中已酸 想起前世 那个心伤混沌的下午 残阳如雪 紫竹如海 莫青五 一身红衣 浑身浴血 躺在自己怀里 奄奄一息地 说出的那句 楚阳 我比剑好看 一颗心 漠然地 静乱一般地疼痛起来 这句话 每次想起来 总是感觉 其中充满一种 别样的器皿 似乎每一次 都能给自己 不同的感受 铁补添默默无言 似乎感受到 楚阳心中的悲痛一般 他心中叹了口气 到了最近 我才终于又找到了他 这一次 我发誓 我要对他好 我要做到 我所有能够做到的 让他做一个 整个九重天 最幸福的女人 他真的很幸运 能够遇到你这样的有心人 铁补添 轻声说道 心中酸痛无限 对这个幸运的 拥有楚阳全部的爱的女孩子 感到羡慕万分 还有一些浓浓的嫉妒 应该说 遇到他也是我的幸运 最大的幸运 楚阳快活地笑了笑 想到自己为亲舞 疗好伤 让他这一生 快乐无忧地生活下去 就充满了幸福 嗯 都幸运 他的长相怎么样 定然很美吧 国色天香 风华绝代 倾国倾城 楚阳肯定地说道 我从来没有见过 这个人世间 还有比他更加漂亮的女孩 他想了想 又道 他的风情 他的风质 他的气质 他的容貌 他的身段 他的性情脾气 他的任何一个方面 都是举世无双 楚阳深深地吸了口气 他的美 直接不属于人间所有 这次 铁补天沉默得更久了 马车中 铁补天有些无力的眼神 看着自己身下 那里的伤口 似乎又有鲜血流出 但是现在的痛苦 却远远比不上 他心中的酸楚 在楚阳滔滔不绝地 夸奖他心上人的时候 浑然不知 这边铁补天的心 已经绝望地碎了 楚阳脸上在微笑 心中在回味 充满了幸福 大战已经开始 击败第五青柔 我就要去中三天 与青武相会 突然感觉到身边有意 目光一邪 莫然发现 两辆马车上 两个影子正愤怒地看着他 眼中露出的怒火 几乎要将楚阳 整个人完全吞噬掉一半 这么说 我更加好奇了 铁补天勉强笑道 什么时候 楚瑜座能够将他带来 让朕也看看 这天上人间 绝无仅有的角色呀 他笑了笑 倩倩 本就已经是角色佳人了 我真想看看 比倩倩还要美的女子 是什么样子的 这次轮到楚阳无语了 怎么突然之间 铁补天 又将吴倩倩拿出来 做比较 这种事 这能比吗 对这个问题 楚阳明智地选择了回避 不回避 真的会很得罪人的 第317集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第417集